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卡,欢迎收视频道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银魂的迎击战在今晚12点就正式绝版了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功勋值还不够的朋友 请把握今天最后的时间 赶快来刷迎击战 并且在合作期间不会再次的复刻 所以这次错过就真的错过了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在今晚12点之前你可以刷功勋值 在12点之后 你仍然是可以用功勋值去兑换奖赏的 兑换奖赏的时间开放到3月27号 所以大家在今晚12点之前可以努力的来刷迎击战 过12点之后再慢慢的去换奖赏都可以的哦 好,那这次迎击战有两个刷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个,如果大家在挑战这个关卡的话 建议打最下面的这个关卡 可以用最少的占领获得最大的功勋值 那并且大家在挑战的时候 要用不一样的加成角色 才会到最多的一个点数哦 那甚至连双队长都要不同哦 不能队伍中不太能带复制人 才会获得最大的加成点数 那关于这个速刷的影片呢 我们之前都有上传了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迎击战所要兑换的东西 好,那首先的话 是这次的新卡会建议大家优先的兑换 好,像是土方啊 以及镜腾薰 他们两位的主动技能都相当的有价值 所以建议大家先把这两张 练到满的满记 那如果说你有多的占领的话 在把,应该说多的点数 再换剩下的角色 那当然是每个都各换一张啦 之后就比较不会后悔 那如果说你真的 这个点数多到满串 要练复制人的话 我唯一推荐就是练靖腾薰 其他都不太需要复制人啦 好,那再来的话 这次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东西可以换 也就是这个 武装龙科 白叶叉的武装龙科 可以直接用这个点数去换喔 那我个人呢 如果说你只有一张白叶叉的话 其实就是 龙符跟龙印 各换一个就真的很够了 那如果说你有练复制人的话 那就是龙符跟龙印各两个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说你把新卡 以及这个武装龙科都换完之后 那我会建议你就可以换一些其他东西啦 像我觉得一定要换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灭绝 这个真的是太稀有的一个素材了 好,那在第二名的话 就是这个零金破 也是在这个游戏中 算是很稀有的一个素材 这两个我会觉得可以优先的去兑换 然后最后再换大鸟 以及这个人面雏鸟 这些都换完之后呢 其实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啦 你已经把有价值的都换完了 我会觉得如果说你还有多的话 就换这个吧 金果鹅龙可以换那个 兑换成灵魂这样子 然后剩下的说实在 就没有很推荐去换了 像下面这个练经的 练经验的素材真的是 送很多啦 并不一定要在这边换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情报内容 所以大家别忘了 给这个 还没有打 迎集战的朋友 推荐这个影片 叫他赶快来打 好不好 不然这次错过就真的要后悔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 银魂合作的影片 别忘了开按下你的对按钮 以及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新的影片 绝地充停 我是尚凯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